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急诊事 我是记者黄敬廷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万通国际的魏明玉卫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美国道成市场表现弱势 但废半指数连两日畅新高 电子股成为领头羊 有望成为台股盘面多头指标 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说经过这连续两天了 这个废成半导体 都是连续性的一个改写 这个历史新高 那当然像道成工业指数 到昨天为止还是持续性的一个疲弱 那这种问题是说疲弱自知少少 也从他盘中一度大跌340点49点 也拉回到小跌一个82点 我想这个就一个实际上美股的一个态势 都是蛮正面的一个呈现 那当然话就是说我们的 就是说针对美股这四大指数当中 最主要的包含像道琼 NASDAQ指数 科技类的NASDAQ指数跟这个废成半导体 我们来做一个观察 就是说 以从去年一月份以来到目前为止 像包括就是说 以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它是整整涨了34.7% 然后这个NASDAQ指数涨了39.4% 那相对于就是说以费成半导体 它涨升的一个弧度最大 来到这个54.7% 那费半我想连续两天创高 因为这是代表一个含义 就是说 以在今年度 整个一个半导体的产业 有机会比去年都还是形成一较持续性的一个成长 那其实就是说它的趋势做成长 那当然的话 如果说半导体相关的这些成分个股 就是说它在今年度实际上展现的一个获利的一个状况 都还是能够维持不断的一个攀高的那个前提之下 当然的话 都还会持续性带动整个一个费成半导体指数 再做到持续性的一个创作 持续性的不断做的改写历史新高 当然我想就以目前这个阶段点历经 就是说你在美股就我们列举这个像道雄公企指数 在前一个波段 快速压回千好几千点的一个后续 那这一波反弹上来 我想就是说 以在这个阶段点 毕竟好像这个这个道雄公企指数 到目前这个包括像它的一个这个季线的部分都还没有站上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费成半导体 再看看下一张就是说 NASDAX指数已经全面6条局限都已经站上去 甚至包括像费成半导体 它都已经不仅仅站上6条局限 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改写 创它的新高 那当然我们就反推 我们要买这个主流的标的 我们就买这种最强四成五个股 那就以美股这四大指数上的话 这个费成半导体是最最强 尤其说他们的相关的一些成功个股 像这个Intel Intel到昨天前天 连续两天也都改写下它的一个历史新高 甚至包括像这个微软的部分 也都激起呼呼 都还要往这个创高的一个道路 来做到实行迈进 那大家我想我们反推在它到台股 台股的一个联动性 都会受到这个美股的一个联动 那么以这种台股目前来讲 就是说 以再从上那个坡段的一个快速拉回千点 那这一波这个反弹 六条均线到今年已经全面站上去 那问题最上方这条月均线 它是属于叫下弯 那下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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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线 它通常会有一个往下压制的一股力量 毕竟就是说 我们就反推 就是说台股后续的一个力道 都还会往这个前波高点 来做不断不断的一个挑战 那相对于我们就是观察一些相关 备办的一些概念个股 我想包括像龙头 这个台积电的部分 往前波他创历史高点来到266块钱 我想到现阶段回测完之后 都还是往那个方向来做迈进 那相关一些概念个股 包括像这个像涨价效应的细腥炎 包括像环球晶 包括像这个3532的这个像台胜科 都是激起呼呼 做到会接近历史高点 那另外我们包括像低润的 像这个蓝亚科技 所以这个美光的一个不是持续胖高 都还会持续性 联动带动创高的这个这个这个机率 那另外包括像做MOSFIT的涨价的 这个像5299的竭力 甚至包括像这个AI 就是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些概念个股 像四星KY 创意 甚至包括像这个资源的部分 我想这些个股都相当值得各位 来做到他密切留意 那针对这些相关这些概念个股 他们的包括像基本面的一个 即时的一个状况 跟他的一个买卖点的这个决定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 我老师我们都会在每一天的这个 我们的Light at当中 给各位做到 随时的一个提点 那这也是建议各位不凡 都可以直接加入到 我老师我们这个Light at好友行列 那针对这些相关这些概念个股 买点一弧线 您都可以掌握到这个即时最迅速的一个讯息 是 好谢谢老师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一分钟看台股 我想所以今天这个台股大盘的 六条均线已经全面性站上去 那等于是说 现阶段六条均线当中 除了这个月线趋势是往下以外 那其他五条均线都是维持一个往上 那变成说这个月线毕竟它是属于叫多框线 的一个压制 那压制我想造就最近这段期间的台股 他要做一到一趟立即的一个大涨 毕竟有这个月线的一个压制 相对于就是说 后续我想这个月均线扣底高点的一个时间 往仅仅剩下不到三天的一个时间点 那往最慢到下个礼拜 这个全面性六条均线就要恢复到全面的一个多头架构 往上的一个趋势 那变成说在这个盘市趁这个还没有大涨 或者是说有任何压回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当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 你依然要站在一个勇敢站在一个买方 先行来卡位布局 那等到下个礼拜这个盘市 趋势线全面性往上的一个助攻 作用产生的当下强攻的时间点 再来做到一趟欢喜的收割 好 好 谢谢大家